- 欢迎你们又来到我们的频道啦,我是卓葛啦 那么今天这里来讲的话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既有上一集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这个除夕嘛 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年初一的禁忌啦 那么相信这个农历春节的这个年假即将开始 大家都希望说荒荒兮兮的过年 但是在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 也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禁忌呢 是大家任需去留意的啦 那么在这个年初一到年十五之中呢 其实禁忌最多的就是这个年初一啦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呢,大家记得要听仔细咯 那么还有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呢 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还有打开小铃铛 那么也要提醒旧的粉丝们 如果你们还没有打开小铃铛,记得要打开小铃铛 那么接下去呢,还有这个年初二到年十五的影片 当我们陆续发布的时候呢 你们就会收到我们的通知啦 那么好,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 第一个禁忌呢,在这个年初一是不可以放的呢 就是说早餐不能吃稀饭 所谓的稀饭呢,就是所谓的我们俗称为粥 在这里要记得啦 那么相信在不同的地区呢 都有不同的这个吃早餐的习惯 那么呢,比较多有一些的吃中式早餐的家庭们 每一天早上呢,都希望来一碗的稀饭 但在年初一这一天呢,还是改一下吃干饭吧 因为在古代呢,所谓的稀饭呢,是给穷人吃的 那么在年初一呢,吃稀饭呢 就代表说,哎,你将在未来的一年呢 哎,过上穷的一年 那么干饭呢,就代表富裕的 所以说呢,在这里来提醒大家 年初一,千万不要吃稀饭啦 那么禁忌二呢,就是不可以喊别人的名字 吹起床 因为这样子的意义什么呢 这样子的意义呢,就代表说 你的一年里面呢,都会不断的 被人吹逐去做事情 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不可以犯的哦 那么禁忌三呢,就是不能和在睡觉的人拜年 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就给了提醒大家 如果你们要去朋友,或者是自己亲戚的家 记得要先打一通电话先 否则的话呢,你直接到他的家门口 他可能还在睡着 这样子的话呢,反而呢,会有机会 害到对方呢,可能一年都要躺在病床上的啦 所以这样的禁忌呢,其实看过去 好像并没有什么无光痛痒的 但是,之后的运势呢,也许是可大可小的哦 那么禁忌四呢,就是不可以煮心饭 在年初一的这一天 古人认为呢,年初一呢,一定要吃这个年除夕呢 胜过来的这个饭 这样代表所谓的就是年年有余的意义啦 也就是讲说,你不会说断食 也不会说你的财源来的不够足 时不时呢,断断续续这样子的情形 而每一次呢,都会有剩下 都会让你财欲富足啦 那么禁忌五呢,就是说不可以在年初一的早上 洗头,洗澡,还有洗衣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会把自己一整年的这个财富 还有这个财运给洗掉它 那么在古代相传呢,也有说 水神的生日呢,是在初一和初二 所以在这一天,如果你洗头洗澡 还有洗衣服来讲的话呢 间接呢,就会得罪到这个水神啦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不管是哪一种的意义都好 大家都要保持着自己的这个财运嘛,对不对 所以说呢,有些禁忌呢,宁可兴起有 不可兴起无的啦 那么禁忌六,在初一不可以做的呢 就是说禁止女儿回娘家 那么相信很多都会有知道关于这个传说 但是也许你不知道这个行义在哪里 那么呢,所谓的年初一不可以回娘家呢 是说回娘家呢,就会代表会把娘家越吃越穷 这样子的抑郁啦 毕竟你已经出嫁了,所以说你在你的夫家来讲的话呢 就是属于你自己的本身的家 那么你的运势呢,就跟着你的夫家 那么如果你在年初一的时候是聚集夫家运气的时候 聚集一家团聚的运气的时候呢 你跑回娘家 那么也就是讲说,你想要去把人家的运给吃掉 这样子的说辞啦 那么相信禁忌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其实很多人都会知道,也就是说年初一不可以拿扫把 或者是做扫除的这些动作啦 那么不可以拿扫把呢,就是因为扫把上面呢 人家说每天我们都在打扫 所以说有很多的晦气呢,会连在这个扫把上面 所以年初一如果你拿扫把来讲的话呢 相传会招来迷运 那么如果你打扫来讲的话呢 就是代表说你把你的财气还有你的财富给扫出门外啦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呢,要建议大家尽量忍耐一天 初一呢,就不要碰扫把,不要碰打扫的这一块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禁忌吧 也就是讲说不可以睡午觉 或者是睡懒惰的一觉啦 那么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会影响你整年的这个事业运 也会让你感觉一整年下来呢 都会有慵懒的这个情况出现啦 禁忌9我们要说的呢,就是说不能吃药 因为有说年初一吃药呢,就会吃一整年 除非情非得已 也就是说很病重啊,必须要吃药 就好像有些老人家 可能他有刀血压啊 或者是说一些的高血糖呢 必须要靠药物去控制 那么呢,思维没有办法 那么就只能够服药 否则的话呢,能避则避啦 否则呢,就抑郁整年都要吃药啦 禁忌时,不要让别人在你的口袋之中掏东西 那么这一点的说法是代表什么 如果说你让别人在你口袋里面掏东西 因为有时候好像说 可能我们在心理期间呢 我们想要帮大家拍照啊 或者是说在瞒着一些东西的时候呢 锁时啊,钥匙啊 可能想要退车啊 希望人家向你口袋帮忙啊 千万不要有类似的动作 否则呢,在新的一年里面呢 就有抑郁呢,就是你的钱财都会被别人给掏走的啦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禁忌时宜 不可以打破网或者是一些的玻璃或者是镜子 这些磁器的东西呢,都不可以打破 那么如果你有打破来讲的话呢 就要尽快拿红纸把这些碎片给包起来 放在绳座上 等到破五六的时候呢,再丢弃 当你打包好要放在绳座之前呢 那记得还要再念上一句,睡睡平安 记得这些禁忌呢,必须要实时的去执行 如果你真的有发生以上禁忌里面的事情啦 因为打破网还有打破这个陶瓷啊之类 这样子的东西呢,抑郁代表什么? 代表破财破运 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形的话 记得以上的方法要立刻学起来用起来的哦 禁忌十二,禁止用刀或者是杀身 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面来讲的话呢 如果说你在年初一年用刀啊 因为刀可以伤害畜生,也抑郁可以伤害到人 当然并不是指你会拿刀去伤害到人 而是会对自己造成一些的伤害 刀凶器这些呢,就代表凶代表破 所以在年初一呢,能不碰就一定不要去碰这些东西啦 禁忌时商跟之前我们有讲过的不能拿扫把呢 其实是有相关的 也就是说家中禁止去清扫啦 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是破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呢 你必须要去做清除在这个动作啊 就有可能小孩子来到家里玩耍的时候 不小心把东西给打撒了 又或者是说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 或者是你在焚化这个金银财宝的时候呢 记得你要从门口的部位往内去扫 抑郁着把金银财宝都往家里带啦 禁忌时事就是所谓的初五之前不能倒垃圾 那么在古代呢都有这个习俗 就是说初一到初四呢 其实你所制造出来的垃圾呢都是你的柴器 那必须要等到初五的这一天的时候呢 才能够去做丢掉的这个动作啦 那么在初五你丢掉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其实也代表送穷出门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记得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呢 就不要制造大人的垃圾啦 那么如果有垃圾的话呢 也不要当下就丢 记得找一个地方摆放着它 先等初五这一天呢才拿去丢掉啦 那么今天昨天来跟大家分享呢 最后一个禁忌呢就是禁忌十五 禁止吃鱼头鱼尾 这是所谓年年有鱼 所以说呢鱼头鱼尾呢是必须要留下来的 所谓的年年有鱼嘛 所以说呢鱼头鱼尾呢不可以吃呢 代表来年呢做事情呢都有头有尾 以及做任何事情或者是钱财方面呢 都会有鱼下有多余的这个财富 在你的口袋中在你的户头中啦 好了以上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要按赞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分享去给你们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去呢也会有年初二到年十五的影片 都会陆续的上传 主角在这里要祝大家新年发财 万事如意 财源广进 属你最美 属你最棒 今天影片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